两件事情应该我们是会去敬畏的 一件事情是文化 一件事情是用心 所以这些粗制滥造的建筑 以迎合这些商业的流行趋势的建筑 我们认为它是不应该留的 但是只要用心的建筑 我相信每个人都是看得到的 做运营的心态就是敬畏的心态 我们敬畏市场 我们敬畏客户 我们敬畏人性 我们也敬畏因时间而带来的种种改变 时光才是所有故事的创造者和讲述者 时光的变化呢 给每一个人 无论的离开父亲 父亲 母亲 建筑师 艺术家 总经理 CEO 时光呢 也给每个人不断地增加内心心 所以说是时光 改变了人情 改变了文化 改变了内心需求 并且带来了城市和建筑的风貌的变化 从本地上来讲 城市更新 就是人民的改变 但是城市更新呢 又不仅仅会局限于空间和建筑的变化 大家好 我是一个的讲者 曹杰 我今天的故事呢 要从老北京的建筑讲起 我身后的几张照片呢 是拍摄于民国时期的北京 我想现在 大家也可能只能从这样的老照片当中 去找到当时北京的风貌了 那么说到老北京建筑的保护呢 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人 梁思成先生 林珠女士曾经写过一本梁先生的回忆录 叫做《困惑的大将》 他用这五个字来描述了梁先生晚年 在北京城大拆大改过程当中的痛苦和困惑 梁先生呢 他其实建筑设计作品并不是很多 他一生都在致力于研究建筑历史 尤其是中国的这个建筑史 那么一九五几年的时候 北京城开始进入了大拆大改的阶段 北京古都的风貌 自此呢就不再存在了 所以梁先生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林珠女士在回忆梁先生说 拆掉一座城就想挖去我的一块肉 包去了外城的城圈就想包去我的一块皮 在59年的时候呢 当时扩建天安门 苏联专家就建议呢 要把这个中华门拆掉 梁先生就为了保护这个中华门和一些这个专家 引起了这个激烈的争斗 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涵 就跟梁先生说 说梁先生啊您是老古董 到了以后这个北京城到处都建了高楼大厦 你这些想保留的牌楼啊城墙啊 都是鸡龙鸟舍 有什么鉴赏价值呢 梁先生听了这句话之后 痛哭失声 这张照片是52年的永定门 当时的永定门的瓮城已经拆除了 但是当时关于永定门是否保留的问题 还一直是在争论不休的 那么梁先生和林先生当时就说 永定门是这个外城墙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墙和城楼 它是值得永远被保留的 53年的时候 当时林徽因先生 他的肺病已经非常严重了 但是为了这个永定门 他曾经找到这个北京市的副市长吴涵 说你们拆掉的是800年的争古董 将来总有一天你们会后悔的 到时候你们再见 就是假古董了 两年之后林先生就过世了 但是林先生的预言却在04年的时候实现了 04年的时候 这个我们复建的永定门最终竣工了 下面这张图就是我们复建的永定门的形象 我想大家想希望通过这个永定门的复建 给北京不太负存在古城风貌上 增添那么一点点历史和文化的珍珠 那么在整个城墙拆除了50年之后 现在的这个北京城市转入了另外一个更新的循环 我们现在的这些建筑 这些非历史文化的建筑 我们如何去看待 它是开还是该留呢 我想这里当然也是不得不谈起一个审美问题 那说到审美的问题 其实大家观念就很难去一致 现在呢就是我们看到这张图呢 是网上这两天吵得非常热的 刘亦菲在花木兰里面的花黄妆 据说这个妆容是完全的这个copy了 当时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的妆容 这个花黄妆也叫鹅黄妆 据说是史字秦代 然后它流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当时是仿的佛教脸上的贴金 所以花木兰去见这个媒婆的时候 也要对镜贴花黄 但是现在我想试问现场的女士 估计没有一个人敢化这样的妆出门 所以这个美丑的问题 它是很见仁见智的 我们很难去做评判 也很难去有一致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所以我们也很难说 我们现在拆的东西 未来是不是大家都会觉得惋惜 我们也很难说 我们现在留的东西 大家未来是不是会视作秘履 但是我觉得有两件事情 应该我们是会去敬畏的 一件事情是文化 一件事情是用心 所以这些粗制滥造的建筑 以迎合这些商业的流行趋势的建筑 我们认为它是不应该留的 但是只要用心的建筑 我相信每个人都是看得到的 那么从过去北京的建筑的变化来看 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时光的流淌的痕迹 那么在过去的十几年里 我个人也是从建筑和房地产的相关行业 然后也经历了各种这样的一个身份的变化 所以我希望今天也能够从这个角度 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对城市更新的一个多层次的理解 那么我的经历可以说分为三段 建筑师 甲方设计师和资产管理者 这三段经历都比较有特点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它其实反映了地产界这十几年来的一个变化 我07年的时候从建筑师到甲方建筑师 当时刚好赶上了地产行业的大飞跃 那么到了14年的时候 整个地产界就从黄金时代转入到白银时代 很多的开发商都在谈转型 所以我们要去做城市更新和产业战略 这也是我做资产管理的这样一个契机 我也希望用一个浅显的例子案例 去给大家解释一下建筑师和甲方建筑师 和资产管理的这样的身份差别 那么建筑师就好像服装设计的设计师 他更关注他的剪裁 他的款式 他的颜色 他的配搭 但简发设计师会在这个基础之上 更加关注 我到底这个服装是给纸片人穿的呢 还是给70%的微胖的群体穿的 我是给50后穿的 还是给20家穿的 我需要协调什么样的工厂 去达成我这样的设计呢 我这个剪裁适不适合去批量生产 还是我要去高端手作 资产的这个管理师呢 可能我们会更多的关注 比如说这个 我们是不是要请张子怡过来穿一下 然后让我们的服装更升值 或者推广的更有价值 那么我们是选择抖音来进行推广 还是我们通过一课的这样的演讲局 进行推广 我是线上销售 还是我是要线下去开精品店 当我在穿上这条裙子 不小心吃拉 上车的时候 咧了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我是缝一下的 还是我是扔了呀 还是我是改成短裤 才能够更升值呢 所以如果简单地来讲呢 建筑设计其实是更专的 也更阳春白雪的 而这个资产管理 它的面更广 它更面向用户 它更面对最后的终端使用 我常跟我同事讲 我说我做了运营之后 我从一个风险偏好型选手 变成了一个风险厌恶型选手 应该说做运营的心态 就是敬畏的心态 我们敬畏市场 我们敬畏客户 我们敬畏人性 我们也敬畏因时间 而带来的种种改变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对城市更新上面的 一些实践和案例 我的第一个项目呢 是长春的柴油机场 柴油机场呢 大概是建在五十年代 也是和长春一气齐名的 这个赫赫有名的一个工厂 并且它和这个长春一气一样 这个占据了长春工业的一个半边天 当时我们走到这个厂区里面的时候呢 就被这个五零年代的厂房所折服了 那个比例优雅而完美 红砖的这个建筑 也想起了历史的沧桑 加上当时那几年的工业风筝行 我们就决定保留了好大一块面积 通过这个商业的逻辑去把这个地方去激活 但是说的很容易啊 但是其实做起来是很难的 那其中有一栋建筑是木结构的建筑 它根本就不能符合商业建筑的防火规范 所以不得已我们就把它拆了 但是我留了一面墙啊 以保留这个建筑曾经在那的一些历史记忆 另外一栋建筑呢 它的结构是小类板 它因为类的这个存在 它可以把这个楼板做得非常的薄 所以五十年过去了 这个氧化早就穿透了这个钢筋的这个混凝土保护层 所以如果我们要再想保留这个建筑 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金钱去做加固工作 这个钱相当于我们新建一个建筑的两到三倍 所以这个我们也放弃了 那么翻新了一个建筑 就是重新建了 照原来样子房建了一个建筑 所以应该说保留这件事情 在我国现在还是很难的 因为它没有相关的技术 和保留建筑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 我刚才讲的是刘的故事 那现在我们讲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建筑 它是一个拆的故事 这个建筑呢 是我06年建造的 我们是16年获取的 立面我们拆了 改成现在符合现代审美的 这样一个全玻璃的一个外表面 这个里面也做了大动作 原来里面的这个中庭 是现在的这个二分之一都不到 我们又增加了入口的中庭 和那边的冥想竹园 通过这样的方式把光线引到整个建筑里面来 满足这个办公的这个采光的一些需求 那此外呢 我们还拆了楼梯间 拆了这个电梯间 卫生间 全部都改了位置 来满足这个建筑现在的一些功能 所以说基本上除了这个 一些梁板柱之外 我们基本上这个楼拆的就只剩一些框架了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过程 大家坐在这儿的这个大台阶 我们原计划呢 也是为了一刻这样高大上的沿想局而设计的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在日常运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这个大台阶用的更多的是周边的这个老爷爷 老奶奶过来纳凉的场所 是他们过来在这儿下棋的场所 那今天大家把这个大台阶占了 我发现老爷爷老奶奶换了另外一个大台阶 却在那边去下棋去了 说明呢 大家这个社区是需要这样的功能的 但是在中国这样的这个社区中心 其实是缺乏的 所以我们也在思考这件事情 城市更新当中还有一件什么事情 是最重要的呢 那就是你更新的这个项目的 所带来的一些社会效应 所以在做这个另外一个项目 旺京时代中心的时候 我们就考虑了这样的一个 和社区的互动和社区在这里共享的一些功能 旺京项目呢 也将会在明年的六月份正式的开业面试 我们今天讲的呢 全部都是时光的故事 但是我想呢 时光才是所有故事的创造者和讲述者 时光的变化呢 给每一个人不断的增加头衔 父亲 母亲 建筑师 艺术家 总经理 CEO 时光呢 也给每个人不断的增加内心气 所以说是时光改变了人性 改变了文化 改变了内心需求 并且带来了城市和建筑的风貌的变化 所以从本质上来讲 城市更新就是人的改变 但是城市更新呢 又不仅仅会局限于空间和建筑的变化 北京现在的这种变化其实是巨大的 昨天呢 我也在这个家门口看到了 我们家的这个装了电子眼的这个停车收费系统 所以电子眼就替代了我街边收费的这个大爷 我估计以后再也看不到那个街边收费的那个亲切的大爷 那么我想随着这个5G时代的到来 也随着人工智能和这个物联网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发展 城市更新也将不再是空间的更新 而是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想象和更多的可信性 我的分享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